40奈米那時候台積電 第一個主要的一個 剛剛推的一個奈米 結果良率不好 品質不好 哇 糟糕了 結果害了NVIDIA 虧了一億多美金 因為40奈米那時候 最大的客戶就是NVIDIA 那你這個問題一直 兩方面一直談不攏 那談不攏以後 當中某說我上任 第一個就解決這個問題 我花了三個禮拜的時間 內部先來瞭解 到底我們的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有沒有辦法解決 第二個 人家了一下錢 你是要背嗎 結果他都弄好了以後 內部有共識了以後 他就在7月初 2009年的7月初 打電話給黃文勳 他說 老黃啊 我7月4號晚上6點半 要到你們家吃這個沙拉跟披薩 那吃沙拉披薩代表什麼 我們就是好朋友 沙拉披薩 你怎麼可能 一個遠到來 你用沙拉披薩去請他 這是不可能 就說阿公要來你們家吃滷滷飯 當然你不可能用滷滷飯 對不對 這代表兩個人關係很好 但是黃文勳也很現實 他受美國教育了 那個我們兩個 嚴重的問題都不談了嗎 你只是來吃沙拉披薩嗎 沒有 我們吃完披薩以後 8點到你的書房 我們就來談這個問題 他說台積電 一年在台灣都要蓋一座廠 高雄四座廠 現在已經敘事待發了 我們知道明年台積電 全球要蓋十座廠 對 所以攻擊一直在趕進度 台積電怎麼看 對 那台積電其實最近 其實利多蠻多的 第一個我們經濟部長說 未來十年每年一座 就未來十年十座 裡面未來的三年 已經有三座確定都在高雄 因為高雄第一座 現在明年已經開始要亮了 他說水電我都準備好了 那是他說的 但是坦白講 高雄能不能真的 這樣他講得那麼厲害 可能還是有待觀察 不過最近台積電 有一個動作 就十月二十一號 他要召開先進封裝的 產業專區 他要做一個說明會 那也就是說 現在產業專區要設在南科 現在南科的斜對面那邊 有一個九十二公頃的甘蔗園 那九十二公頃裡面 你撥一塊來 三十公頃全部由我台積電 來所有的上下游的主導 所以最近接受邀請的 這些都包括是 COAS的一個設備 比如說像其他的測試的 探針卡的 以及細光子的 這些在十一月二十一號 都接受到邀請 那如果以台積電來主導的話 那麼這一些 比如說所有你可能在新竹 在竹科的在哪邊的 全部都到那邊去集中起來 那就變成一個專業園區 那這個部分來講也代表說 現在黃仁勳最擔心的 COAS的先進風箱這個部分 台積電說我今年已經增加兩倍 兩倍還是不夠啦 那我現在以後專業園區的話 是不是能夠超趕進度 那以目前來講 根據調查 目前二零二三年 整個COAS這個部分 先進風箱這個部分 是多少才兩百九 三百九十二億美金 那麼到二零二九年 有八百一十億美金 未來幾年 他的年複合成長率 是高達十二點九 所以包括台積電本身 他從竹科一場 然後竹南二場 然後他的一個龍潭三場 中科五場 苗栗六場 嘉義七場 南科八場 全部都是做COAS 我自己來做 我不一定說一定要外包 以前都外包日月光 對 這一次搞不好 日月光就沒有參加了 因為我台積電來主導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應該我覺得對台積電來講 是一個非常大的利過 那將來的重點 除了在高雄之外 就是在台南嘛 對 台南另外一個 南科旁邊的一個園區 因為他現在圈地圈了 三十公頃對不對 三十公頃 那個地方 現在九十二公頃 都是甘蔗 甘蔗園 那未來九十二公頃裡面 先撥三十公頃給台積電 所有的COAS的上游 下游這些廠商全部進去 那這些進去以後 就從本來種甘蔗 現在未來種晶園 也就是說未來對南科來講 不得了了 那我們講到南科真的很厲害 南科落後竹科 十六年 那竹科跟不能比 竹科是一九八零年 南科剛開始設的時候 他的產能是在 全台灣排在老三 也說小小弟 你知道今年南科的產能 已經超過兩兆了 那目前南科的兩兆裡面 台積電超過一半 超過一兆以上 所以南科未來 就是台灣的科技重鎮 好 但是台積電未來 仍然有兩大變數 第一大變數是他的好朋友 他的媽姐NVIDIA 有沒有可能變星 因為黃仁勳不只一次講說 要找第二供應商 對 那第二供應商可能就是三星 或者我們不知道是不是 英特爾 所以NVIDIA 和台積電的感情 或者整個供給關係 有沒有可能生變 這是變數一 變數二 當然還是川普的變數 那我們先講川普 好 川普來講 很多人說 川普就是台積電的殺手 其實不是 川普是台積電的推手 因為川普是台積電的推手 對 川普的上一任是 這個2017年到2021年 那他真的台積電要落腳 亞利桑那公佈的時機點 在2020年的5月15號 是給川普的禮物 那是後來因為川普沒有連任 如果川普連任的話 那時候是在疫情期間 對對對 如果川普連任的話 那不得了了 所有的功勞跟光環 全部都是川普的 所以這一次 為什麼台積電的 真正要落成剪彩 沒有在年底 就是改在明年 就是要把這個光環給川普 他川普那個人 他2017年的時候 他就要郭台銘 要一些到美國去設廠 所以如果當初 台積電是要投資多少 投資一百一百二十億美金 要設一個五奈米 連產月產量兩萬片的一個工廠而已 結果到現在 拜登這樣 半鄉半共都半無天龍 用威比利誘 台積電現在從一個廠變三個廠 從五奈米變三奈米到兩奈米 從一百二十億到六百五十億 現在台積電要送給川普 第一個最大的利多 我們說火要炒 炒頭情 炒到旁邊沒關係 誇張要到美國去了 那我現在台積電的所有先進製程 現在德州一直在找 德州是美國 唯一沒有營業稅的一個州 所以你看那個馬斯克 把他的工廠從加州 遷到德州就是要省稅 那台積電 以及所有台積電 滿的這些供應鏈 很可能全部到德州去 那這一個設廠以後不得了 川普一陣就整個閉門 對不對 以前說沒關係 大家聊聊來 也有人說 你所有的要課十趴 但是半導體現在來講 是科技之母 你不是自己搬那個磚頭 搬石頭炸自己的腳 對不對 你跟它課十趴對你有什麼好處 沒有好處 將來還不是選價給你 對對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應該不會 那當然目前來講 對台積電來講 大家要一割在怕 好所以川普風險 恐怕沒有我們想像的 應該沒有我們想像那麼嚴重 對對對 那第二遍是 我們剛剛談到的是黃仁勳 黃仁勳和台積電 有沒有可能關係生變 真的有可能找第二供應商嗎 其實他們是有革命情感的 對 我們來看到張忠謀 新出版的自傳裡頭 就有講到 他們是從2009年 那時候就開始建立關係 之前 更早對不對 之前之前 曾經有過台積電40奈米 當時的良率不好 他們彼此還走過那一段艱苦 五歲月過 對 其實他們兩對夫妻 似同家人 那黃仁勳為什麼上次張忠謀 去接受李國鼎講的時候 他特別會回來台灣參加 就是說如果沒有張忠謀 沒有台積電 就沒有INVIDIA 因為那時候沒有人要接他的丹馬 而且INVIDIA有一陣子 差一點要倒掉 他的內府總部 他掛了一個說 距離倒閉剩下四十六天 距離倒閉剩下四十五天 INVIDIA曾經這樣子 那因為張忠謀二零零八年年底 他的因為公司的改革 很多的員工到他的住家下面 去抗議 所以他二零零九年 就不得不回歸 回歸以後 他遇到第一個問題 就您剛剛講的 四十奈米 那時候台積電 第一個主要的一個 剛剛推的一個奈米 結果良率不好 品質不好 哇 糟糕了 結果害了INVIDIA 虧了一億多美金 因為四十奈米 那時候最大的客戶 就是INVIDIA 那你這個問題 一直兩方面一直談 談不攏 那談不攏以後 張忠謀說 我上任第一個 就解決這個問題 我花了三個禮拜的時間 內部先來了解 到底我們的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有沒有辦法解決 第二個 人家了解錢 你是要背嗎 結果他都弄好了以後 內部有共識了以後 他就在七月初 2009年的七月初 打電話給黃文勳 他說 老黃啊 我七月四五號晚上六點半 要到你們家 吃這個沙拉跟披薩 那吃沙拉披薩代表什麼 我們就是好朋友 沙拉披薩 你怎麼可能 一個遠道後來 你用沙拉披薩去請他 這是不可能 就是阿公要來你們家吃滷滷飯 當然你不可能用滷滷飯 對不對 這代表兩個人關係很好 但是黃文勳也很現實 他說美國教育 那個我們兩個 嚴重的問題都不談了嗎 你來只是來吃這個沙拉披薩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吃完披薩以後 八點到你的書房 我們就來談這個問題 結果那一天就如期 他們兩個夫妻 兩個夫妻就到他家吃完以後 八點就到他的一個書房 門一關以後 張中某就講了 很簡單 現在我又解決方案已經有了 我內部都沒有問題 40納米 我在多久裡面可以完全改善 那你的虧損 我要賠超過一億美金 但是我只給你48小時的一個考慮 如果你考慮不要的話 那沒關係我們就找仲裁人 直接就攤牌了 結果48小時他同意了 這個事情就化解了 所以他們是有革命情感的 所以你如果當初沒有張中某 直接的飛到美國去 細谷他的家裡面去談 其他人去也沒有用 也就是說他們的關係是這麼長遠 那麼久之前就已經建立的革命情感 只要台積電做得出來 我相信他是不會找第二供應商的 除非台積電沒有辦法供貨 好那我們回來講股價 因為中環也砸了大錢 來我們來看中環在10月30號到10月20號期間 赤字了3.3億 加碼台積電315張 每股的價格是1049.89 買的不便宜 累積現在持有台積電已經有720張了 總價值突破了7.29億 持股比例0.003% 所以我要問 中環敢在1049買台積電 而且買這麼多 我們可不可以也在這時候買台積電 我們回來看台積電股價 我們來看K線圖 好我們來看台積電 台積電現在說在1010 第一點是996塊 中環歐明顯也套了對不對 對 他都套了 本來大公司本來就會套 因為他錢比較多 他口袋比較長 好 來 這一個是開梯走高 第一點是996 開盤就996 然後開梯走高 所以現在回來我覺得 在季線這個地方 只要跌破季線這個地方 他沒有出現很大的代量的下跌的話 沒有代量下跌的話 在季線的上下 他這邊會在這邊做一個整理 那整理以後 季線就是1000塊付近 對 整數觀察 可能也會稍微跌破一下 因為這邊996 可以會跌破一下 跌破以後還是會上去 就是喝了再上 那既然喝了再上 我們就可以分批進場 有了 天 Age 點檢查 點檢查